1.8万代价 这是我们昨天晚上住宿,一个小占篷 哈喽 这里特别像那个新疆的和睦那个小村子 就那个进口 这个桥一模一样 那六指针眼全部是 就这个桥和这个犀牛就特别像进和睦的那个感觉 然后周围去 这边还有放牛的 这个桥一模一样 車輛 晚上是没有灯的 没啥有灯 我们下去看一下 昨天晚上进来的是我们一路踩牛粪进来的 一辆全是牛粪 鱼车油 一辆全是牛粪 是牛粪 这条河原始于中国 昨天晚上跟我介绍过了 这条河原始于中国 它起来没? 这下鸡腹 下鸡腹? 中国是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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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C的手机 他们俩已经拍了很多很多张 然后我深刻的怀疑这个大哥喜欢性格 他亲了心嘴三口 因为昨天是夜的 看不见心嘴 今天让他再亲一次吧 不要不要 这个表达友好的方式我接受不了 他其实是喜欢你的 今天晚上你住在哪里 对 在鸡腹腹 你住在鸡腹腹 对 我们在鸡腹 我们在鸡腹 鸡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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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鸡腹 你再来到鸡腹?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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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住在那里 你住在鸡腹 OK 我帮你拍一张照 你住在鸡腹 很漂亮的地方 很漂亮 这是李兴的好基友啊 1,2,3, smell 1,2,3, smell 1,2,3, smell yeah so nice 李兴的好基友 印度的好基友 嗯 跟他亲嘴的好基友 没有 青年的 青年的 嗯 反正就喜欢你嘛 从雪山下了小餐 我点了两个鸡蛋 点了一份饭 一份牛奶 然后我们两杯茶 然后 三块那个饼 三块土豆饼 煎鸡蛋 土豆饼 还有妹子这样的饭 牛奶 还有 哇还有牛奶 我那天 这个鸡蛋是哪来的 鸡蛋我们不是要 是我点的 我也点了鸡蛋 两个在一起吗 难道 我点了三个 我点了两个 你点了一个 三个蛋应该是 OK 谢谢 我的两个 呃我们这家餐厅 啊不 这家 旅店的 厨房啊 这个地方没有电 有 有电冰箱 这让我 非常的 吃惊 amazing 那个灯菜店 嗯 假的 摆设 不可能 有可能是真的 他到时候 人到旺季会发电 就不满了 会发电 可能住一个 他发电太亏了 住了两家 哦三家 我们这个 昨天住了三家 知道吗 昨天住了两家吧 三家 电影我们三家 早前走了一家 三家 嗯 反过旺季应该会发电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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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房间里头还有插座 嗯 嗯 How much 嗯 And the room and check out 然后 房间里头还有插座 问题 问题 他有插座干嘛呢 没有电 哎 啊 这个没电的 这个破帐篷 收了我们 哪去 两千啊 加个床也要 一千啊 太恐怖了 宝宝吓死了 喜欢理性的印度大叔 昨天晚上拉着我们 过来的时候 告诉我们这个酒店 是100块钱人民币一晚 到我们结婚的时候 被告知这个房间 200块钱人民币一晚 因为我们家里当床 还需要付100 也就是一人100元 昨天晚上的篝火 是40元 加上我们几顿饭 合起来是500多人民币 我们当时就觉得 我们应该昨天晚上 立马就付了钱 而且呢 不应该家里当床位 但是后悔来不及了 在一个 床有电灯和插座 却没有电的村庄 如此简陋的环境 还没有水 要我们500多人民币 简直是不能接受 但是环顾四周 雪山环抱 我们住在这样一个 四周都是雪山的草场上 环境如此优美 就觉得没有那么气了 那边有个学校 我们去看一下 高原上的小学 高原上的小学 印度高原上小学 学校只有一间教室 和两间教室 最多两间 整个村子也就三四十户 最多五六十户 就要藏在郊区的话 就算是七八十户最多了 小学生们喝着各种饮料 说哎 小朋友很可爱们啊 然后学生也是以一个空人为主 就克鲁尔人 或者叫金尔人 好奇怪的名字 我上车了啊 这个床垫不该加 这个床垫一千块钱 等到我心都税了 两千块钱就算了 让你跟矿子抱着税 非不敢还害羞 肯定不能跟胖子抱着税 要抱是你们两个抱着税 床垫加得我有点差 好 一块钱 不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新疆 河墓又不是这种树 已经不太结实的大桥了 要汇车了 前头有点像鱼尾峰 或者像那个央麦泳 对央麦泳或者是鱼尾峰 正前方有一座金有一座 现在看不开 哇,这里就那个特别小 我会想到过来 有支付基金 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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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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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